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咬下来之后 欧元其实也是跌跌不凶 跌了大几个月 现在的话已经开始出现一波四小时级别 四小时周期一个像样的反弹 所以这一波反弹的话 其实从它的一个实际上和空气上 其实都还算比较大 目前来看的话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结束的一个信号 所以就是当下整个欧元在四小时结果上面 我们能看到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会给大家去标注一些重要的支撑 重要的一些发现 大家去参考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到一小时的行情 一小时的行情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的欧元自从从这里开始反弹的时候 整个在这一段一直在拉伸 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已经出现有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在高位的现在的这个图形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梳理三角形 我把这个梳理三角形给大家画出来 好 梳理三角形的上沿 是不是 来梳理三角形的下沿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欧元的一个整个的走势 前面是一大步涨 涨到高位之后出现一个梳理三角形 所以在当下 在今明两天欧元的结构 大家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高位梳理三角形的震荡 这是震荡的上沿 这是震荡的下沿 大家不要看我这个线好像画的不直 但是它其实如果你去用MT4的旁边去这样的一个线去画的话 其实它的每个点位都打得非常的精准 我给大家画一下 是不是 非常精准 然后下面的一条线在这里 好 我们把下面的这条线调出来 好 下面的这条线 是不是 每一个点位在这个梳理三角形里面 其实打的都非常的精准 所以这是市场已经表现出来的一个规律 那么咱们在日内的操作上 就按着这个三角形去做就可以了 这是行情 目前又来到三角形下沿 所以今天的话这里又是日内短信的一个多点 好 现在在这个操作上面来讲 大家就继续按照这个梳理三角形结构 继续做就可以了 高空低多 现在已经接近支撑 好 这是咱们欧元的一个走势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英棒的一个走势 其实现在来讲欧元英棒 节奏会有一点点同频 是不是 欧元在反弹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英棒 英棒的整个行情 它其实也在反弹 是不是 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节奏上的差别 所以非美其实并没有分放 它的整个的节奏保持一个统一性 全部都在反弹 欧元在反弹 英棒也在反弹 那么英棒目前来讲 和欧元的走势也有点像 在高位其实也有一点点滞涨的情况 大家如果去看指标 可能有倍率的情况 整个四小时的周期的话 其实它在之前有越过这样的一个高点 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位置的压力 其实目前来讲你说破 其实还没有破 是不是 这是之前的一个倒势点 所以目前又面临这样的一个压力位 英棒其实还没有瞬间的突破 所以在这块地方 其实是一个多空激烈争斗的地方 在短期上面来讲 其实多空不会有机会 具体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一小时行情的走势 整个一小时的行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也有一点点梳理三角形的味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也有点梳理三角形的味道 具体的这个梳理三角形 我们试着把它画一下 好 然后就是它的一个上方的这样的一个轨道 然后就是它的下方的这样的一个 下方的这条线 稍等 下方的这条线在这里 但是它这个收敛三角形 可能和欧运的收敛三角形不一样 欧运的它是一个缩缩的 这里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喇叭 或者说称为一个打开的一个三角形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高危震荡的形态 那么我们日内的行情的话 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也就是这一条线下应的地方 接近前方水平的一个支撑 这里是一个公正的支撑 所以今天的英镑如果能够给到这个位置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多点 供大家去参考 把这条线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旁边上画出来 但行情如果能够给到 大家可以去参考 去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英镑今天 也还是一个反弹行情之中的一个高危震荡 目前的高危震荡 其实也是一个平三角形的形态 在这个形态上面找到下方的支撑 这个位置就是多点 所以欧运英镑 结果其实差不多很多 如果能够去明白思路的话 其实就比较好去操作 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这样的一个黄金的行情 整个黄金的左势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黄金也反弹了一波 其实在整个这个行情之中 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也是一波非常强势的下跌 非常强势的下跌 自从咱们的这样的一个避险情绪退去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波黄金其实跌得非常的凶 跌得非常的凶 基本来讲 把对于一些多头的一些情绪全部给浇灭了 当然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还是在请到了一定的支撑 这是一个大周期的支撑 我就不给大家具体去挂了 到了这个支撑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来讲 行情也是一样跟随非美的节奏 是不是 欧运英镑在访谈 那么其实现在的黄金 其实也是跟着整个大的节奏在做 也是一波访谈 是不是 访谈完之后他在干嘛 同样的在高位震荡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当下 环境的一个局面 用一个性段 帮大家画出来的话 就是下跌 反弹 高位震荡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图形 所以在结构上面来讲 其实不难理解 好 然后具体的操作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小时的行情 一小时的行情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图 其实就是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状态 既然是震荡 大家就一定要把支撑位找到 把压力位找到 对于我来讲 我给大家画的一个支撑位 可能这一块地方 是我比较愿意去参考的一个点 是吧 也是前期的一个水平低点 是不是 对于震荡来讲 震荡下营 这个水平性 它产生了一定的支撑 如果要去看压力性的话 大家可以去把这一条性 是不是标出来 把它标出来 所以它其实是在一个高位的横盘震荡 对于黄金来讲 今天日内的支撑位 大家就看这样的一个下方的支撑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今天黄金 可以考虑做多的地方 是一个高位水平震荡的支撑 好 这是咱们黄金的一个走势 最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原油 原油的行情 其实最近还做的挺有意思 最近还是做的挺有意思 其实很多朋友 对于原油的杰作 相对来说 把握的不是那么好 现在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走势 之前是长时间的震荡 就是第一波砸下来之后 这个行情经历了一个非常久的震荡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里刷了这么久 刷了非常久 天图 这是天图 大家注意 这是天图的行情 天图的原油 在这里至少刷了一两个月 应该是有的 把这个震荡 入底形成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行情继续再往上走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中继的一个震荡 蓄力之后继续行情往上走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走势上来讲 整个的原油在当下来看 我觉得还是一个偏多的思路 是吧 震荡开始相上去发力了 所以我们当然跟随破位的方向 顺势看涨就可以了 四小时的行情也是一样 这样的一条水平性 也都已经破位了 也都已经破位了 所以 跟随破位的方向继续找多点 我觉得也有大家的思路 具体多的位置的话 我帮大家画一下 具体多的位置的话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条趋势线 这条趋势线 我觉得对原油来讲 还是比较的清楚 这条趋势线是怎么画的 把这个 把这个地点连接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这条趋势线 其实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的清楚 是不是 就是这一步原油上涨的 一个大概的轨迹 所以这一条趋势线 就可以作为原油多单 去介入去布局 可以去参考的一条线 只要它能够回踩到这条线 大家就可以去帮排它 这条线其实做的很标准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如果能给到回踩的第四个点 那么当然 我们还是找一些布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就是原油 我觉得原油在单上来讲 非常清楚 就是一个看涨的行情 参考趋势线去做多就可以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早堂 我想给大家去讲解的所有的内容 总的来说的话 今天最近的行情 其实整体的节奏都还是比较的清楚 非美全部都在反弹的一个高位震荡 原油一个非常清晰的看涨行情 那么所花的所有的信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参考 行 朋友们祝大家交易顺利 我们下期再见